今天天氣很好 太陽很大 馬拉松寶貝曹淳日在2021台北馬打標亞運 雖然亞運因疫情延期 不過在6月1號也傳來好消息 曹淳日確定以世界排名取得市井賽 女子馬拉松參賽資格 將與世界百節同場較勁 目前她也正全力備戰 在7月中挑戰生涯首次市井賽 因為我很少在夏季跑馬拉松 因為我覺得真的 因為我從平常訓練有時候很熱的情況下 就是可能容易就會拉肚子或是脫水 尤其是這一兩年特別明顯 所以夏季的訓練對海車就會比較痛苦一點 尤其是如果在平地的話 那純玉她是只有在2017世大運 在台北跑過夏季的路跑 但是也只是半馬而已 那這次要準備全馬 所以在訓練的準備上 我們就會希望偏向在稍微熱一點的環境下訓練 今天這個多種 石 有吃的 水 水也有 運動飲料 然後還有一些巧克力派 還有一些土井 除了例行的跑步訓練外 教練陳佑任也特別在今年加入爬山負重訓練 兩人在5月初完成了台北大縱走92公里全程 之前都很常做全身性的肌力訓練 但是為什麼還是不夠這樣 所以後來就想到爬山 對 今年多了一個爬山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緊張 每次爬完一座 或者是爬完一整個行程 我都覺得可以活著的感覺真好 因為我覺得它比跑步還困難這樣 走了一週之後 然後就覺得 效果還蠻不錯 因為雖然會有一點那種腰痠背痛背東西 但是會覺得 你跑完好像還可以再繼續再多跑幾公里 這樣子 有痠痛但是你會覺得體力精神很好 2022奧勒岡市井賽將於7月15號登場 女子馬阿松賽事在美國時間7月18號早上6點15分開跑 這次市井賽才繞圈置 每圈14公里跑3圈 最後一圈要再多跑195公尺進終點 因此曹春日近期也在河濱模擬賽道配速跑 目標打破許玉芳在2015年北京市井賽 兩小時48分01秒記錄